然而从未被盗挖过的昌义网木遗存 却有些穷酸 品相已一般 难怪考古界只承认它是疑似刘伯木 除非刘伯的财富并没有陪葬 全都留给了儿子 刘伯木中那四重三横七枚玉壁 尤其死者胸前那三块大型玉壁 就是西式之宝 这就是木鲁人生前用的了 这个你看叼得多仔细啊 这白鱼这都是籽要切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抛光 抛的相当亮 说明它这个预料很细腻 我当时是仔仔细细看了 有一部分玉壁啊 超级的好 那个圆骨粒很饱满 而且它底子产的特别平 跟镜子似的 表现出这个很高超的这个质域的工艺 这个猎猴哪里有 连诸侯王都没有 我感慨就是说他从长安 就是被被废这个皇帝又回去的时候 真是拿拿走了这个从国家库房里拿走了不少好东西 这冥冥之中的绝世美誉 浸满了刘鹤一生的争容岁月 历经千年 依旧温润动人 若不是家传 或许就来自那二十七日皇帝有 公元前74年6月初一 当睡眼惺忪的昌翼王被传召官叫醒 面对天上掉下来一张大馅饼 一定以为孩子梦游 但汉书说 刘鹤中午就率重直奔长安了 一路车轮滚滚 马匹相继累倒 但前方皇帝宝座在招手 属下劝他低调 刘鹤内心却早已天马行空 日月星辰了 他可能会想起 罚起灭出威加海内的祖上刘邦 想起开枪拓图 雄才大略的祖父刘彻 也想起父亲刘伯 不到二十岁去世 壮之未愁 如今自己成了皇帝 既与列祖列宗齐名 也可以告慰先父了 可惜刘鹤沉不住气 否则很难理解 他那么心急或辽进京即位 却还在途中采买特产私藏女子 或许他大喜之鱼 很有些得意忘形吧 他五岁 他父亲去世了 那他对儿童的成长 心理成长是不利因素 他有点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 非常任性 任性 为他的悲剧埋下伏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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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心所欲追求奢华的刘鹤 其丧葬规格却严守等级 没有余句 毕竟这位前往前地去世时 只是个猎猴 无论他多么渴望 也没敢享用金吕玉衣 这最高礼遇 于是问题又回到当初 刘鹤二十七天被废 就因为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熊孩子吗 汉叔讲了另一段故事 刘鹤被废同时 他从封地带来的二百多位随从臣属 都因为误导主人 让刘鹤身陷邪恶 而被霍光全部诛杀 问战前 他们在街头大声哭喊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何事未断 受谁之乱 汉叔没有解释 宋代大文好苏氏说 这句话明显暗示 有某种图谋 汉叔作者 就是要让后人 从中去意会历史的真相 无论如何 刘鹤被废或许另有玄机 焦点还是三朝元老 霍光 当刘鹤在内宫我行我素时 霍光并没有闭上双眼 如果刘鹤 只是一个醉生梦死的顽固 只要大权没有旁落 他完全可以视而不见 至少不用太着急 显然 一向老城池中的霍光 再也坐不稳 冷板凳了 危机 破在眉睫 刘鹤显然缺少政治经验 当了皇帝 却似乎把立派众议 推举他的恩人 忘了个干净 反而对亲信 大家封赏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年轻的帝王 怎么和老臣处理关系 其实很多代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政治权力的交递 政治权力的继承 往往都会出现摩擦 出现冲突 出现矛盾 甚至导致危机 甚至会流血的 霍光的初衷 眼看就要落空 或许刘鹤本来就没想当傀儡 他那些三角九流 前呼后拥的随缘 正一步步逼近 皇宫大内的重要岗位 那么显然 你是要动我的奶酪了 这一向是由我来发布的命令 你现在完全不管我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引起霍光强烈不满 终于 一向敏感的人事任命 让霍光忍无可忍 常乐公 上官师寝宫 此时的上官师 已经成为皇太后 他拥有高于皇帝的 最终决策权 何况 他又是霍光的外孙女 刘鹤当然坐卧不宁 于是他任命自己的旧臣安乐 为常乐公卫位 霍光知道 来者不善 他的问题就在于 非常不成熟地动了宫廷禁卫的 那个要害部门谁都不能动 刘鹤动了常乐公禁卫之后 马上引起霍光的强烈的反应 霍光英犬遍布 尤其是宫廷防卫和禁军将领 一水都是霍家军 现在刘鹤插足 早晚会反客为主 霍光彻底明白 这皇帝是不能用了